每个人发现 好 往那边上 边上 靠边坐 来 前面 可以啊 上五米 上五米之后就这样 不能上那么远吧 别带我刷一下来了 五米可以的 两米吧 我们只是测试一下 我们上两米就可以了 下来 不行 两米 好 这不允许做人 我们只是 验证一下 可以了 不上了 不上了 好好好 好 OK 你也害怕吧 我害怕 这么多人不容易啊 这800公斤了 刚才下去两个可能600公斤 好 但这个产品还是很有自信的嘛 对 没什么事 好 可以了 我们就去那个用的那边呗 现场看一下呗 这不错啊 金总 这个是你们在搞 不是 这是我们的 帮我们车的货主在出租 哦 在出租 这是几楼啊 这是三楼 是吧 三楼 货主呢 货主是哪个 货主 哎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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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货主 车主 车主 你今天干这个活是怎么弄啊 他这个是 是把上面的装修的 它上面是下垃圾的吗 啊 下垃圾 下滑 下垃圾 啊 下垃圾 对 以前是怎么下的 以前是进货炕的嘛 人工扛 对 人工扛一天能扛多少啊 啊 一天啊 那边看着二百多 还垃圾 那天都 看着二百多 啊 二百多 二百多 你这个一天能够收入多少天 啊 看一天五百多 啊 一天 一天能收入一天多 对啊 哎呀 金董你什么感想啊 嗯 五十五百 啊 满足感 满足感 啊 这产品还是不错的 现在在青岛 有多少这样的运力啊 运力的 应该二十多台 青岛二十多台是吧 啊 在全国呢 全国那些多了 啊 这个角度 金董这个角度有什么那个吗 现在目前这个角度合适吗 目前这个角度是 非正常的角度 非正常的角度 啊 所以说尽量要少拉一点 啊 尽量要少拉一点 尽量要少拉一点 啊 啊 在这个红线下 红线下边是费一点东西的 啊 他们一遇到这种时候 咱们没有办法 你得做这么小心一点 搭上之后 少拉一点 啊 明白明白 主要是害怕这个地方有危险 把拖子敲起来什么的 对不对 啊 因为这个角度大概是四十五度角嘛 最好是六十度角比较好嘛 对不对 啊 如果是高楼梯可能会更好 四楼五楼是最合适的 你给大家的推荐 一点是六十度最好 但是有时候他们可能为了赚钱干活 那有时候可能没那么的讲究 对对对 但是如果还低一点还能行吗 你觉得 也可以 可以 可以 但是安全性可能 降低更高了 啊 就是东西装少一点 不要装那么多 对对对 刚才你们也算了 你看从现在开始算 你看 现在 我们去查吧 啊 从第一五十秒 哦 对对对 二十秒一 二十秒一刻 三十秒 基本上 好死吗 很好啊 上面就你一个人啊 两个人啊 两个人啊 这很快吧 啊 我觉得啊 这个老铁嘛 我觉得这个金总发明的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实用的 至少我们过来看 然后呢 实际来考察 然后大家的反馈还是不错 如果对金总这个项目感兴趣的 啊 你可以来找袁胖 袁胖可以告诉你金总的电话 另外一个呢 如果你觉得好的 就多多点赞 如果有想法或者有意见的 你可以点关注 然后多得评论 是吧 金总 你知道呢 恭候大家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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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